湯河水流急速下 抬头看滚滚土石 从山坡不停往下冲 吸水暴涨 好几次都快淹出桥面 受到强降雨影响 意大利北部多地发生土石流 蒙塔纳罗地区 有人困在泥水中动弹不得 科涅则有沿岸民宅 地基就快被掏空 当局击派直升机救援 陆续撤离上百元 临近的瑞士由于强烈暴风雨 加上溶雪 河水暴涨 瓦莱州的铁道设施严重泡水 就连大马路也看不到尽头 我现在就是在江西九江湖口县的西门渡口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水 其实已经涨得很高了 如果再继续涨下去 很有可能危及湖口县 八万多名居民的安全 尽头转到中国 华中 华南 暴雨不断 长江 中下游水位 包括洞庭湖 国阳浦水位 持续上涨 恐全面超出警戒 尤其位在出海口的上海 首当其冲 梅雨季正式来临 不止大马路严重积水 就连住家客厅也得开散夺雨 另外贵州省镇阳县 吳阳河洪水淹到一层楼高 职员单位出动橡皮艇 背起居民尽快撤离 甚至还从水中惊险拉出一名男子 沿河两岸大部分商铺被淹没 古镇区也汪洋一片 暂时修缘 但封面尚未离去 接下来人有机会降下豪雨 加剧洪水灾情 最新闻 黄泉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